我是魔术飞哥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个魔术揭秘呢 是人体街头悬浮的一个魔术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呢 魔术师在观众面前表演 站在背后 注意自己看脚 哦我的天怎么可能 把观众都吓到了 完全在街头没有借助任何道具 人体就这样悬浮起来了 完全违背了地心引力啊 重力上下的一个原理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观众 从这个视频呢可以发现呢 应该是随机选出的观众 没有任何做托的嫌疑 我们再注意仔细看 这位呢也是国际上 非常非常有名的魔术大师啊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呢 仔细看 镜头呢移到了他的背后 三二一 哇我的天 怎么可能瞬间 就又悬空起来了 但是呢我们可以仔细的发现 周围没有任何道具 那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所有的观众呢都表现出非常非常惊讶 非常非常神奇啊 换在中国我相信 没有这么激动的观众了 好了那今天呢 魔术飞哥带你看一下背后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揭秘时刻 我啊拿了一个模型 给大家演示一下 其实魔术师表演这个悬浮呢 没有借助任何道具 那没有道具呢只能借助他的身体 身体作为道具 哦首先把这个人偶的角 单角树立起来 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发现呢 单角点起来 那我们把镜头切远之后呢 根据镜头远光的角度问题呢 我们只能看到人偶呢 真的悬浮在地面上 但是呢镜头一晃动呢 就可以发现 我们来实体看一下实物拍摄 是不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只要角点起来呢 就可以完成这个魔术了 非常非常简单 感谢观看